一段家国王室 树中秋莽的春风 同宗两岸 海峡无关 我们共同的记忆中 有怎样的历史风流 有哪些感人至深的亲情故事 还有怎样有些浓水的意外相长 深压过此是系列节目 海海记忆 过开岁月尘封一案 揭秘历史背后 鲜为人知的内容 带你走进见证传奇的 云云人物 风向难忘的海海记忆 二十年前 神秘的国塔发生特大案件 塔内的千年古佛惨遭毒手 这外边的贩子找他们 说每个人给你们多少钱 你去把那两个佛头给糟了他 千年古佛背后 隐藏着怎样的皇室密室 师宗的佛手能否再现人间 但是没有消息 你想它不会露出来的 那露出来不就知道了吗 二十年后 星云大师收到一尊 信众捐赠的神秘佛手 这尊悄然面世的神秘佛手 究竟来自哪里 又将何去何从 把这个中华古佛慢慢都 再送回来 我想这也是对国家的贡献 千年古佛的失踪之谜 神秘佛手能否找到回家之路 天涯共词师真实记录 千年佛手回归的全过程 带您一同揭秘千年佛手 离其曲折的故事 河北省灵寿县 位于河北省的中西部 西医太行山东林大平原 距离灵寿县城 大约50公里的沙子洞村北侧 有一座千年古塔 幽居寺塔 二十多年前 幽居寺塔 曾经发生了一件 令人震惊的大案 1992年4月的一天傍晚 春天里的幽居寺塔 附近一片安静 这里离村庄比较远 平时很少有人来访 村里的义务文物保护员 像往常一样 打着手电筒 穿过狭窄的塔门 进入塔内 他仔细查看了一下 塔内的东西 确保一切正常 这才锁上门 放心回去休息 然而天黑之后 几个黑影 悄悄溜进了幽居寺塔内 北刀这个人员 是累了四千七 是这个成功的 都这一次 当天夜里 远处村庄里 传来阵阵狗叫声 但是这并没有引起 村民们的警惕 等到第二天 文物保护员打开塔门 像往常一样 巡视幽居寺的佛像 当他走进狭窄的殿门时 令他震惊的一幕 呈现在眼前 位于幽居寺塔内的三尊汉白玉佛像 其中一孙名为阿处佛的佛像 佛手不翼而飞 清魂未定的文物保护员 立即将这件事 报告给了当地的公安机关 一共抓的是 三十多人 是北刀成功的都一次 实际是都这一次 别人都没成功 偷盗分子为何要选择 幽居寺塔内的佛像下手呢 幽居寺塔内的佛像 都是珍贵的文物 幽居寺塔所在的灵寿县 历史文化悠久 上古诗为济州 公元206年设县 几千年的历史沧桑 给这片土地 留下了灿烂的人文古迹 在距今一千四百多年前 幽居寺是北齐王朝 一座规模宏大 历史悠久的寺院 北齐灭亡后 幽居寺逐渐荒废 迄今仅剩一座 唐代重修时留下的幽居寺塔 塔内保存的北齐佛像 已经历经千年封霜 成为传世之作 幽居寺塔内佛首被盗的消息 惊动了河北省文物部门 有一个人听到这个消息 不仅非常震惊 而且痛心不已 这个人就是当时在 河北省文物局工作的刘建华 身为文物工作者 他非常清楚 北齐佛像的珍贵价值 北齐的这个白石造像的工艺 就是这个透雕工艺 所以我觉得 我说它是千古绝唱 北齐灭亡了 这个工艺就没有了 那简直是 真的是美论美幻 你就没有办法 用更特别美的语言 去形容这种佛像的美 还有那种雕刻的工艺 它稍微有一点点忽略 就完了 这件像就没有了 所以它用的是最好的石材 最好的工匠 最好的设计师 都是在北齐的时候 所以北齐的造像 是非常重要的 北齐是中国南北朝时期的 北方歌剧王朝 从建立到灭亡不足三十年 但是在佛教艺术方面 却取得了巨大的成就 当时佛教圣行 从皇室大臣到普通百姓 都重信佛教 将自己认为最美好的东西 都体现在佛的身上 因而促成了北齐的造像圣事 1990年 刘建华曾经陪着文物专家 去幽居寺塔 考察过这些北齐佛像 三尊像非常庄严 比较高大 保存得这么好 这么完整 是不是全国都没有 很兴奋 地面上都是小看像 都在上边叼着 小看像的彩绘 特别的鲜艳 非常好 最重要是这三个像上有提记 提记把造像的时间 造像的人 给谁造的像 造的什么像 都写得清清楚楚 这是最重要的证据 而且当时在北朝 所有北朝 包括现在我们 发现的这些石造像里边 说是皇家中亲 为皇帝 为他的王父母 为他自己和妃子 造像的这种提记 没有发现过 三尊精美的佛像 让刘建华惊喜不已 三尊佛像代表了 北齐皇家佛像雕刻的 最高水准 其中 释迦牟尼佛像最为珍贵 这尊佛像背后 还隐藏着一段 神秘的皇家密史 他是谁呢 他就是皇室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成员 他是开国皇帝高欢的侄子 他的父亲是高欢的弟弟 因为他父亲当时也很年轻 也是一个非常勇猛的武将 书上记载了 因为他因乱后宫 所以被高欢障毙 当时这个高瑞 他父亲死的时候 才二十三岁 很年轻的 他母亲生下来 他才一个多月 他父亲就没有了 然后他母亲就出嫁了 所以他高欢就把他抱回来 送给高欢的夫人 叫尤氏 由他抚养 高瑞得知了自己的身世 为了感谢皇帝 对自己的抚养安情 公元556年 时任赵郡王的皇族高瑞 崇尚佛教 聘请了最好的皇家工匠 用整块汉白玉 精心雕刻了释迦牟尼佛像 为纪念王伯大齐县武皇帝 和王兄文湘皇帝 同时他还为父母造了无量寿佛像 为自己和夫人造了阿处佛像 除了这三尊佛像 幽居寺塔还有其他一些珍贵的雕刻文物 考虑到幽居寺塔地处空旷的农田 文物保存 看护非常不方便 为了保护文物不被偷盗 当地村民自发担任文物保护员 轮流住在幽居寺附近看护文物 幽居寺院 当初的幽居寺被盗了以后 我组织这个村民兵 这个行动队 配合公安机关 为这个幽居寺保护 第一次以后这个第一次维修在五四年 五四年为维修以后就 这个人们知道是他的这个 这个真危险 就是这个昨天的这个聪明 都开怪了 义无开怪 尽管村民用心看护 但还是没能阻挡住偷盗者的猖獗行为 三座佛像中 阿处佛的佛手被盗 让河北省文物部门 对文物的安全担心不已 文物局决定 把幽居寺内的佛像 搬到省博物院进行保护 石家公泥像是在正中 正地的中央 是石家公泥像 它的前边这两个石头这个地方 是一个碑 是一个卧碑 然后这边是阿处佛 这个石家这一尊呢 是无量受复 刘建华和其他工作人员 来到了幽居寺塔 准备将佛像运走 考虑到佛像珍贵 刘建华请人带上相机 拍摄了佛像的彩色照片 拍完照片后 大家准备搬运塔内的佛像 然而一个史料未及的问题 摆在了眼前 像这个尖特别宽 那个塔的门窄 怎么也出不来 还有一个塔座 这个塔座更大嘛 这个塔身出不来 那你说怎么办啊 当时这个是省保单位 省保单位要说 要想把这个佛 整个搬出来的话 就得把这个塔门拆掉 说这个谁敢拆啊 这省保单位 你要拆的话 得请示省政府 这个当时就没有办法在现场 本来想得非常好 当时搬回来 就是异地搬迁保护 当时就没有做成 由于无法搬走佛像 文物工作人员陷入两难境界 无奈之下 最终佛像仍被留在幽居寺塔内 为了防止佛像再次被盗 文物局决定 先用钢筋水泥 把塔门给封死 当地村民们也加强了 对幽居寺塔的看护工作 对幽居寺塔的看护工作 不胖不胜房 1996年 寒冬腊月里的一天深夜 猖獗的偷盗者 再次来到了幽居寺塔 为了防止惊动 义武文物保护员 疯狂的偷盗者 居然将义武文物保护员 居住的房间从外面反锁 他们这几个人肯定是找 也还是外边的贩子找他们 说每个人给你们多少钱 你们去把那两个佛头给凿了他 然后他们就是当地村里的 附近村的 他们去呢 就是我们不是已经有了 这个责任鉴定员在那住吗 就是义武文物保护员 说据说是他们去 把他们都捆起来 把门子给锁上了 他们就出不来了 那时候没有什么大哥大 什么都没有 所以他们就很放心 那就他们就那么两个农民 在那住着 那就是一关门一锁起来 他们出不来 别人也不知道 因为幽居寺塔地处偏僻 保护员的呼救声 根本无法传到远处的村庄 犯罪分子很从容地凿开塔门 因为佛像尖宽 超过塔门的宽度 沉重的佛像无法搬走 利欲熏心的偷盗者 采取极为恶劣的手段 他们将棉被包住佛手 木筷子插进佛手的颈部 举起了凿子 将剩下的两尊 释迦牟尼佛和无量寿佛的佛手 全部凿下 除此之外 偷盗者还将塔外的一尊 白石佛立像整个盗走 异形人劫掠一番之后 逃之夭夭 其实这个盗这个像的人呢 也的确是有一些这个 就是雕刻这方面的知识 和这个专场 不是说什么人盗那都能凿 当时我们看这个像 完全都是一样的 它这种凿的方法 因为这两批盗墓的是一伙人 就是同一批农民 去做的这个事 它呢就是先在脖子 中间和两侧 用毡子就是打三个眼 然后垫上这个棉的背 或者什么 从后边敲 一敲 它不是这个早眼的时候 已经有了裂痕了吗 所以就那个茶口 特别起的就掉下来了 直到第二天 被锁在屋内的文物保护员 才被村民解救 居住在幽居寺附近的村民 第二天发现了 幽居寺内的佛手被盗后 第一时间来到 零售县公安局报案 当地的公安机关和文物工作者 立即赶赴幽居寺的现场 从佛身的断痕处清楚地看到 佛像的颈部 有三个明显的凹痕 接到报案后 河北公安把此事 列入大案要案处理 两个月后 案件告破 偷盗者被抓落网 据犯罪分子交代 在佛手取消的第一时间内 佛手就被转迈到海外 对此后的文物下落 他们也不知所踪 这让寻找丢失文物的工作 陷入了僵局 当地当时很快就破案了 就抓到了几个农民 农民说不出什么来 他们只是说 有一个人让我们把这个头凿了 给我们一万块钱 我们就给凿了 说那个人是谁 他们也不知道 因为他交了钱 人家就走了 其实那个贩子就走了 现在我们国家 其实这个文物出境的管理 从五十年代开始 国家一直都在管 从海关正式渠道 是肯定走不出去的 全部都是走私出去的 所以他很快就走出去了 那你就没有办法 这个公安破了案 只是抓到了这几个到的农民 别的线索都没有 佛手失气后 文物部门将幽居四塔的石刻文物 只要能搬动的 全部运到河北博物院保管 北齐释迦牟尼 阿处佛 无量寿佛 三尊失去佛手的佛身 被存放在河北博物院里 住在博物院的刘建华 每天都会看到佛身 每次看到孤零零的佛身 刘建华心痛不已 和刘建华一样 为佛手被盗感到悲伤的 还有幽居四附近的村民 他们为自己没有保护好佛像 而感到十分自责 幽居四塔被盗并不是个案 上世纪九十年代 国内佛手被盗不在少数 不少佛手颠沛流离 流失海外 甚至频频出现在国际拍卖市场上 真正能够重回故土的 却少之又少 灵兽县的这三尊佛像佛手 也经历了同样的命运 他在走出国门之后 如同石沉大海 没有任何消息 转眼到了2014年 北齐佛手身手分离 已将近二十载 二十年前 神秘的古塔发生特大案件 塔内的千年古佛惨遭毒手 这外边的贩子找他们 说每个人给你们多少钱 你们去把那两个佛头给凿了他 千年古佛背后 隐藏着怎样的皇室密室 失踪的佛手能否再现人间 但是没有消息 你想他不会露出来的 那露出来不就知道了吗 二十年后 星云大师收到一尊 信众捐赠的神秘佛手 这是国家的古宝 据引有的 它是不值 一千五五年前了 这尊悄然面世的神秘佛手 究竟来自哪里 又将何去何从 把这个中华古宝 慢慢地再送回来 我想这也是对国家的贡献 千年古佛的失踪之谜 神秘佛手能否找到回家之路 天涯共赐时真实记录 千年佛手回归的全过程 带您一同揭秘 千年佛手离奇曲折的故事 2014年5月 海峡对岸的台湾高雄 位于这里的佛光山 是文明中外的佛教圣地 这一天佛光山如同往常一样 接待着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 佛光山的开山宗长 星云大师在禅房内修养身心 忽然仓促的敲门声 打破了禅房内的宁静 佛陀纪念馆馆长 弟子如常法师匆匆赶来 他向星云大师汇报了一件 非常重要的事情 一位信众 要向星云大师赠送一尊 珍贵的佛手 给台湾的一位圣师徒 我也花了好多钱 就买回来 他一想这种佛像 他买回来了 被他家里也不拱金 怎么办呢 他就想送给我 我一听到这种佛像 佛手要送给我 我们出家人当然很高兴 尤其不齐时代的 中国的古佛 古佛 我就接受他的 有两个信徒就来找我 说希望他们有一个 非常好的佛像照相 就让送给星云大师 那我说那你送给大师 之后有什么条件呢 他说我们想放在佛陀纪念馆 我说为什么要放佛陀纪念馆呢 他说因为佛陀纪念馆 每一年来了将近 一千两百万人的参观人 吃 那这么重要的 也是一个国际的博物馆 应该有一些 比较重要的文物 捐赠佛手的信仲是一位台湾企业家 他在台北的一个新书发布会上 找到星云大师的弟子 如常法师 说要捐赠佛手给星云大师 信仲交给如常法师的资料显示 信仲手中的文物 是来自北七时代的 一尊皇家造像的佛手 距今已经一千四百多年 送给我想我这个国家没有 买鞋在水里不要钱 可是我放在哪里 这个不能随便 这是国家的国宝 据饮酒呢 它是不值 一千五百年钱了 因为这个应该是大陆的 有没有一个缘分到大陆 去找到他的这个身体 让这个身手合意 如此珍贵的文物 让这次捐赠变得不同寻常 听到如常法师的汇报 星云大师喜悦之余 想到不久前的一件事 早在这位信仲 要捐赠佛手之前 也有人向星云大师提供消息说 有一尊珍贵的佛手 出价一两千万 可以卖给佛陀纪念馆 如此巨额数字 对于佛陀纪念馆来说 太过昂贵 无奈之下 星云大师回绝了 提供消息的人 现在忽然有人拍下佛手 主动上门捐赠 星云大师将尽快见到 珍贵的佛手珍容 大师就问我说 佛手在哪里 那我当然跟他回答 佛手在台北 他说那我什么时候 可以看得到 我说如果师父急着要看 那我可以马上言诺 请信徒专程的赶快 送到佛光山 第二天 这位信众就带着佛手 赶到了佛光山 包装打开之后 一尊汉白玉雕刻的佛手 展现在星云大师 和众弟子面前 佛手高47公分 重达80公斤 佛手面相丰满 双目微起 神态安详 精美的雕刻 高超的艺术水平 让星云大师赞美不已 当然这座佛像来了 我一看 哎呀 这么美啊 我们过去 白铁夫 这讲究 庄严 正派 这个 这个石头的这一座佛像 不但庄严 它有个另外的艺术 另外的美感 我感觉到 这好 大师问了信徒呢 大概三个问题 一个问题呢 就是 这个佛手是哪个年代的 那信徒回答的是 北齐五六六年的 那第二个 大师问说 是从哪里来的 那信徒回答 我是从国际的拍卖来的 那大师就问说 那这个佛手 在国际的拍卖 在这期间有任何的资料吗 那信徒就拿了一份资料 这份资料呢 那把这个佛手的一个年代 以及呢 鉴定的一个报告 还有这个佛手的特身 以及佛手的尊位之处 跟大师报告 大师从报告里面 听到一句非常重要的话 那就是皇家的照相 那大师听到皇家的照相 又听到北齐这个年代 因为北齐时间很短 大师觉得 那这个就是国宝了 这位信众告诉幸运大师 他在香港的一次拍卖会上 看到了这尊佛手 就拍了下来 并历经波折 将佛手辗转带到台湾 至于在拍卖会之前 这件文物究竟从何而来 又为何出现在香港拍卖市场 他自己也并不清楚 佛手带回台湾之后 他得知 佛光山的佛陀纪念馆 珍藏了很多文物 表示愿意将这件文物捐赠出来 或许可以作为镇馆之宝 出于个人考虑 这位信众并不愿意 向外界公开自己的身份 当初这个信徒呢 想要把这样子的一个 这么重要的历史上的 北齐的佛像照相 送给佛陀纪念馆 它是没有条件的 它就只有一个希望 能够亲自送给大师 第二个希望大师 能够把它放在佛陀纪念馆 那最主要它是希望无相布施 也就是它希望为善不为原知 面对信众捐赠的诚意 佛陀纪念馆的相关工作人员 赶到现场 经过一番研究 确认佛手确实是北齐的皇家造像 如此珍贵的文物 作为馆藏之宝 当然毫不为过 会给纪念馆的收藏增色不少 但是星云大师却做出了一个 出人意料的决定 他并没有考虑将佛手留在身边 而是发现了另一个宏愿 我好想记得那一年在大陆 有个报复馆里面 看到一个佛像 那个头 这个身体 在艺术上讲 身体也很美了 但是没有头 我们看到总不是味道 这个头不像佛像 有什么关系吧 如果是这种佛像的头 我要把它送回去呀 让它回家呀 星云大师凝望佛手 他的内心思绪翻滚 近代以来 中华文化遭受到许多的破坏道具 许多佛教文物也未能幸免于难 无数祖先留下的宝贵文化资产 颠沛流离 流落海外拍卖市场 任人喊价获利 每每想起这些 星云大师都感到痛心惋惜 福的头和身体 怎么可以把它分开 让这个福头到外国去旅行一圈 星云大师想到 如果让佛手回归 找到佛身 通过佛像今生合璧 应该会让更多的人 关注流落在海外的文物 促进文物尽快回归 因为国家过去几十年前 一些人来唤醒 把中华文化破坏 都卖到外国去 现在我们国家有办法了 我们应该把它要收回来 我想这一次办这个活动 办这个正常复首的活动 也承蒙这个媒体帮我寻传 让海外的人士知道 把这个中华过破 慢慢地再送回来 我想这也是对国家的贡献 如果是国家这么珍贵的文物 我就只有一个心愿 我希望能够找到身体 大师说你现在就到北京 找文化部 国宝 回到内地的一个文物 因为大师在这几十年来 在海外弘法 看到非常的文物 又落到海外 那心里面非常的着急 也非常的心痛 星云大师的想法 得到了弟子们的一致赞同 然而当他们开始寻找佛身的地点时 一下子失去了头绪 茫茫人海 佛首流落海外 中间经历了哪些沧桑 已无从知晓 佛首来自哪里 佛身的下落如何 是流落海外 还是在大陆 甚至佛身有没有被破坏 这些都是未知数 寻找与佛首匹配的佛身 将是一个巨大的挑战 五月把它就供起来 我们每天都供养 不管供一个斧头 也没有斧店 也没有不是斧堂 是临时的地方 总是不供敬了 我们就希望大陆派人来 早点来靠餐 对针 早点把他请回去 后来就这个时间 南岸来往嘛 总要费一点时间 当时说你现在就到北京 那找文化部 那也找国家文物局 跟国家文物局呢 汇报有这件事 你把佛首的资料 以及他的照相 以及出处呢 那有多少资料 就带多少资料 马上到北京去 我随即在第三天 就到了北京 联络了国家文物局的局长 那很快地就把这个资料 转在他的手上 带着星云大师的嘱托 如常法师把佛首资料 转到国家文物局工作人员手上 国家文物局高度重视 由于类似被破坏的佛像文物 数目很多 许多偷盗者在偷盗时 由于佛像的体型和质量较重 所以都残忍地将佛像破坏 只将佛首砍下 倒卖到海外 星云大师要让佛首回归的善剧 将唤起更多人 关注海外流失的文物 海水 海峡 这都是不能分开的 就是任何外力都不能隔断 中华文化这种血脉的关系 所以这个含义也就更加的珍贵 而不仅仅说这个造像 它仅仅是稀少 或者是它的工艺水平高 或者甚至于它的经济价值高 这些不仅仅是这些 我觉得它还有更深的含义 就是星云大师讲的 两岸的这种一家 两岸这种不能分离的这种含义 寻找佛身的工作 同样费尽周折 国家文物局的工作人员 在浩瀚的档案资料里 寻找佛身踪迹 时间过去了一个多月 没有发现关于佛身的任何线索 远在海峡对岸的台湾佛光山 如常法师 每天都在等待大陆的消息 期盼找到佛身 已经不再是星云大师 一个人的心愿 这已经成了佛陀纪念馆 每一位工作人员的牵挂 千年佛手 静静地存放在佛陀纪念馆里 佛手的目光穿越海峡 他也在期待着大陆的消息 就在大家一筹莫展时 一个重要的线索 出现在文物工作人员的视野里 刘建华院长 他是国家文物经理委员会的委员 他应该是一个文物专家 特别是文物鉴定的专家 写过学术的文章 在学术刊文上发表 所以他一直很关注这个事情 所以应该说他也是一个 历史的亲历者 在文物杂志里工作人员找到了一篇 关于北齐释迦牟仪佛的论文 论文的作者叫刘建华 他在论文中也提到了 北齐佛像佛守时期的情况 星云大师捐赠的佛守 会不会就是这尊丢失的佛守呢 刘建华成了一个重要的线索 而且他这个就是比较巧的 就是说他基本经历了这个整个佛守 从这个九十年代没有被盗的时候 那时候条件还挺艰苦的 他们就去看过去考察去照相 而且他亲手绘过这个佛像的图 刘建华曾经是河北博物院的副院长 从事文物管理与鉴定工作 自从1996年幽居寺佛守被盗后 二十年来他的心里一直惦记着被盗的佛守 此前为了引起更多人对这一文物的关注 1999年他在文物杂志上发表了 北齐赵俊王高锐造相及相关文物遗存的论文 论文中这样写道 北齐是中国南北朝时期 统治北方的后期一个地方王朝 这个王朝从建立到灭亡 仅存在了二十七年 但他在当时政治 军事 科技 文化 特别是佛教思想文化传播 与佛教造相艺术等方面 所取得的成就是伟大的 在中国历史上留下了辉煌的花张 天都是趴在那个地下 那是冬天 因为我鉴定以后我就知道这个东西在这儿嘛 所以每天趴在那儿抄这个下面那个提计 然后就是当时那个上面都有很多土很脏嘛 然后也就试着用那刷子 就是软的刷子去刷 把他身上的那些尘土就是扫掉 然后每天去每天去 每天去先行都是觉得非常沉痛 所以我最后才是下决心 我一定要把这几件东西 就是高瑞造相 跟它相关的文物遗存 我一定要把这些这个重要的 这个它的文物历史研究价值 要公众于众 刘建华认为公开发表 北齐佛像丢失佛手的相关信息 会在圈内引起关注 道卖拥有佛手的人 就不敢在市场上拍卖 佛手就能保存下来 的确文章发表之后 引起了连锁反应 很多人看到文章 也慕名找到刘建华 提供一些佛手线索 但是经过比对 都不是丢失的北齐造相佛手 因为那时候其实是 包括很多这个国外的学者来啊 像美国的呀 德国的呀 法国的呀 韩国 日本 台湾 香港的一些学者来 我都会领他们到保护中心 他们建了一个碑狼 那时候在那里放着 我都会到 领他们去看这几件像 也给他们看照片 希望他们能帮我们找 但是没有消息 你想他不会露出来的 那露出来不就知道了吗 一晃二十年过去 佛手的消息仍然是石沉大海 寻找佛手的希望越来越渺茫 就在刘建华将这份心愿 埋藏在心底市 2014年的6月5号这一天 刘建华接到了 国家文物局的电话 询问的内容 正是关于北齐佛像 随后国家文物局 给刘建华发来了一张佛手的照片 你看那个片子就跟铜钱那么大 那个照片那个头像 如果这样的话 你就不敢就是特别说 这个那么确切地说 因为你那个片子没法放大嘛 一放就完了 一放就模糊了 由于台湾方面提供的照片太小 无法鉴定 刘建华再次与国家文物局工作人员联系 要求佛光山能够提供更详细的资料和图片 以便进一步确认 2014年6月 葛道通知后的如常法师 将佛手的正面侧面以及背面 拍了非常清晰的照片 邮寄给刘建华 当这一组清晰的照片摆在眼前时 刘建华内心激动不一 我就马上就给周处长打电话 我告诉他我的鉴定结论 他说那你刘老师你赶紧写一个 还有我就跟他说 我这篇文章已经99年 文物第八期已经发表了 他也特别兴奋 说那太好了 说那刘老师你把那篇 把你那篇文章也都传真给我 我当时就是给 其实是我给省文物局写的一个意见 就是我的鉴定意见 后边附了这些东西 包括当时一级文物的鉴定书 什么的 然后同时也传给国家 就是希望国家文物局 尽快地跟佛光山联系 看着这些佛手的照片 刘建华有种似曾相识的感觉 他赶紧拿出以前拍摄的照片 和绘制的线图 同发来的照片进行详细对比 结果没有出乎他的意料 台湾佛手照片和丢失的 释迦牟尼佛佛手非常相像 但是刘建华还不能最后确认 台湾的佛手就是丢失多年的 释迦牟尼佛手 为了确保结果万无一失 他需要组织专家去台湾佛光山 进行现场鉴定 这一座释迦牟尼佛佛身 高150厘米 宽90厘米 重约一吨 体量重大 为了鉴定需要 将佛身运送至台湾 进行确认并不现实 这时刘建华和同事们决定 按照佛身颈部的凿痕 做一个颈部凿痕模型 以便与和在台湾的佛手 进行对接 这个因为去台湾鉴定之前呢 因为是我是作为主要鉴定人 我要做一些基本的准备 就是把这个佛的颈部的这个 都做了测量 包括他的那个站子的那个孔径多大 这个都做了测量 佛身颈部凿痕模型做好之后 刘建华再次来到了佛身面前 面对已经身手分离二十载的 这座千年古佛 他的内心难以平静下来 二十年寻找过程中 他经历了无数次 由希望到失望的过程 这一次去台湾 他能最终为佛身找到佛手吗 而在台湾的佛光山 星云大师拧摸着佛手 他发愿要让佛手回家的心愿 究竟该如何实现 台湾的佛手 河北的佛身 是不是同一尊佛像 佛手的回家之路 还将有怎样跌宕起伏的故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